外資秀一下 今天依舊站在賣方 連續三天的賣 而且賣的金額比買還要來得多 先生請上來 能夠找到嗎 外資逆向買超的標的 如果能夠再搭到投信買 今天有沒有 有 三檔 也不多 第一檔華航 第二檔 第二名的中信軍 第三檔就是我們剛才前面講過的域名 所以華航中信軍 趕快來看看開現在的跡象 我想華航的部分 現在其實是航空貨運的旺跡 因為在iPhone 筆電 飛機在那疊那麼深了 底型有出來了 晶片 手機 筆電 都坐飛機 因為比較高級 對 比較高級 但是今天碰到了一個 季線的反壓碰到了 所以有流點上一線 但是底型有出來 慢慢震盪 能不能站回到季線 如果站上去 就開始有機會出一個 比較波段性的上漲 17塊3季線站上去 這個底型更漂亮 更漂亮 第二檔是中信金 中信金其實在金融股 這一段時間它算強的 你看 均線都在這邊 很多金融股還跌下來 它沒有 它還在高檔的平台身上 我問你 下次儘管會有說 如果恒大地雷 曝險部位比較多的 其中一家就是中信金 那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把它清掉 你有沒有發現到 反而紅黑棒 多過黑黑棒 那代表利空出鏡了 對 沒有錯 而且我覺得影響的金額都不大 而且法輪看 籌碼都沒有鬆動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就是一個 箱形成立 但是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一件事情就是 大概在半個月前 外資買金控 買的是低價位的 比如說2888 星光金 或者2834 台氣銀 或者是開發金 我們秀一下這三檔 那請問最近這些 先看星光金 台氣銀 開發金 難道沒有續航力了嗎 有啊 它只是在整理 像星光金 它也沒有明顯轉落 它底型還是很漂亮 不漲而已 買了那麼多 但是呢 力道上也沒有很強 那你看到那個開發金也好 一樣 這個就是開發金嘛 對 開發金 它的力道上就資材比較高一點 機械都沒有破啊 所以呢 它當然 如果說站在長線的角度來看 因為它為了要病成中壽金 可能成長性可能會比較 讓人家去期待它 所以它股價比較強一點 台氣銀 台氣銀的部分呢 之前外資有買 但是你看 以下買 以下賣 它不算穩定 所以股價的爆發性 也沒有很強 而且位置賣得比較多 對 反而是頭線 反而在頭線買得少 對 金額還有贓助 還是比較少很多 那我問你 星光金 台氣銀 開發金 這三檔挑一檔 最優的你挑誰 開發金 開發金 那台氣銀跟星光金 操作的角度 我們是賺價差還是 賺價差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不是說它們不好 只是說有時候 法籌碼各方面的波動性 可能比較大一點 股性不活潑 對 它可能因為大家比較不愛 就沉在那 可是都有配息 都有配息 其實他們配 其實算起來 殖利率都不差的 好 感謝介紹 非常謝謝您了 結論一下 跟您報告 今天土洋同買車的檔數 只有三檔 華航 中信金控跟玉明 不過講到了金控股 中信基因 建成倒是認為 大概是賺價差 如果是存股的話 他會挑國代金 富邦金 兆豐金 跟誰啊 合庫金 合庫金 就這樣 我一下是忘記了 然後這些的標的 但是對於低價的金控股 包括了星光金 台氣銀 開發金 他來挑比較優的是開發金 另外兩檔也是一樣 因為籌碼比較稍微偏亂 然後股性比較牛皮 比較長不動 所以一樣是價差 操作賺資本利得市值了 以上結論建成正確囉 完全正確 感謝您了 接下來明則請上來 觀眾朋友 我好久沒有看這一張 外資借券出事了 真的阿伯出事了 我兒子跟我說 媽 你有沒有看那個阿伯出事了 你知道出什麼事情嗎 外資借券 賣出的金額竟然在昨天 暴增到121.4億元喔 這次把股票借出來 真的賣出去 形成了實質的賣壓 賣什麼往左上方看 賣台積電 賣聯發科 趕緊先插播我們今天的半框 台積電 聯發科 今天收盤 發生什麼事情 觀眾朋友 好 再來 還有 借券賣出 聯電 長榮 0050 趕緊問您插播最新的消息 洪海今天我們錄影過程當中 對外宣布 拓展電動車的版圖 所以他們要去傳了 收購美國的俄愛爾州 一個電動車的車廠 待會明哲再跟您說明一下了 另外台積電 最近大家很擔心 所以今天台積電殺尾盤 我就想 會不會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因為上次不是開了一個 美國白宮半導體高峰會嗎 美國商務部就要求 開會這些辦理大廠 包括我們台積電在內 你要交出你的庫存 銷量這些等等的機密資料 台積電最新最新的 台積電對外說 完全不會透露 國發會 因為是台積電的大股東 國發基金 他也說 會進一步的了解當中 所以麻煩明哲幫我這兩個新聞解讀一下 對那事實上如果說以紅海的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其實拜登 他是延續之前的政策就是希望說能夠美國製造 所以當然這個紅海未來的發展方向 其實本來就是往電動車這塊領域做發展 因此這個時候如果去收購美國的廠區的話 事實上未來有沒有機會直接在美國去做生產 我覺得這是他們第一個要考量的重點 所以MIH頗值的期待 沒有錯 2317 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最近期的一個股價當然是比較整理的一個走勢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就是說 前波低點102塊只要能夠守住的話 至少在百元關卡以上 他應該會有一個整理的機會 好2330這句話不會透露給美方 是不是展現了我們的霸氣 當然不可以透露 因為你透露之後你會影響你對那個客戶 對你的信任 美國怎麼那麼阿拔 怎麼會要求說你要透露這個商業機密 對所以我是覺得說或許 當然今天的壓盤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會不會是這件事情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對於台積電中長期的 這種所謂的展望來講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應對的方式 我覺得才是比較正確的 直接說短一點點問一下 台積電都已經說了 我不會透露台積電世界第一大 你要麼叫你們自己美國的企業透露就好了 管到我們遠在亞洲的台灣 我就不做給你 你看你怎麼辦 請問一下台積電的這一個消息 終於把大家最擔心的事情給他化解了 所以利空會不會有一點點 慢慢的誤會一場漲回去呢 這個大概是600塊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 因為事實上如果你把那個線拉到長一點來看的話 他之前大概就是580到600塊錢的區間 所以他最近這幾天 他就是回到這個區間的下緣之後 他有一點手穩這樣的一個態勢 所以只要這個利空釐清之後 事實上反而是會有往這個區間的上緣去靠攏的機會 好2330全王台積電明天加油囉 最近消息已經報告給您知道 而且你會覺得納曼外資 為什麼有必要借券賣出 你現貨在賣還把股票借出來狂賣 我告訴你答案在新台幣啊 明澤早就跟大家提醒過了 如果台幣一直走扁到28附近來靠攏的話 那麼外資賣出的動作會加快 是不是因為這個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如果台幣貶值的話 當然對於他們來講是一個比較不利的訊息 當然說最近期這個美元其實也升值嘛 所以賣掉這個台幣的資產 然後去轉回去美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方向 所以大家可能關注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底型嘛 大家其實一樣可以從技術裡面來看 如果後續有出現這種往上就是貶值轉強的話 那其實對於這個外資對台北股市的賣潮 可能還會再做延續 如果貶值力道加温來到了28.2左右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外資 而且最近貶值是帶大量 閒進外資賣掉股票 這卻賣出賺到錢了 人是離場的 因為我現在手上很多的股票在台股當中賺到錢 又如何外資笑不出來 因為就算我賺這麼多到最後台幣貶 所以我拿更多的台幣只能換一些的美元 因為美元是走升的 所以他們才會加快速度賣股票 把錢給匯出去 知道這個邏輯概念嗎 那怎麼辦呢 外資這麼一賣 看一下這個盤面上的夜盤 夜盤好像穩在盤上沒錯 但是有點漲不太動 可是PocoRatio值今天表現還不錯啊 所以請問一下 針對這兩個訊號您的看法 如果說以這個PocoRatio值來看的話 這個101應該算是比較中性 因為它代表就是說 我PocoRatio好像其實它沒有說 有太大的那個倉位上面的一個差異 那昨天的90應該是 當然有跌的關係 那事實上也有這個結算 周選結算的關係 所以我倒覺得說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 合理來講這個歷史經驗來看 大概都是120以上 它會是一個比較有利於多方的條件 所以我們就看 後續這個PocoRatio能不能夠持續往上代加加油 那大家看一下後續的一個發展重點 那至於說就夜盤的表現 對那夜盤的表現其實我覺得今天的夜盤非常重要 為什麼因為明天中國跟香港是不開的 也就是說我們少了那個脫油品 不要再拖累我們的表現 所以今天晚上美股能不能夠帶 因為我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在這裡的時候其實我們談到 這個是當天禮拜四的收盤 然後我們下午來 我說突破這個高點 它會有軋空的那個味道 對不對 對所以今天一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就去看 這個大概是跟現在的距離 大概30幾點的空間 就今天日盤的高點 日盤的高點 16966 對如果你能夠在收盤的時候 把它突破的話 那明天又沒有這個中國跟香港股市干擾 事實上其實就比較容易會有嘎空的走勢 所以夜盤到明天的早上乾脆一點 你就把萬七的整數關卡 把它站上去 就會比較對行情優一點點 沒有錯 好 感謝明哲 非常謝謝您了 請回座 今天最嚇人的莫過於借券賣出了 把股票借出來 真的賣出去形成了壓力 超過了121億以上 賣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等等 難怪他們往下殺了 這麼一賣 剛剛明哲有說 實作勇者但就為台幣了 台幣如果貶值速度 越來越加快 那麼外資還會再賣下去 請您要小心 至於Pocal Ratio值的高腳 不用太開心 除非回到了120%以上 才會帶來加分 如果要抱以更肯定的多方思維 今天的夜盤加油 因為夜盤現在是穩在盤上 如果到最後的夜盤 能夠收過今天的高點 大概在萬七 那麼行情明天才會走得穩 因為明天的陸股港股 他們是十一長假 陸股就沒有開盤了 少了脫油瓶了 以上結論明哲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 接下來快郭大哥請上來 謝謝快郭大哥 每到禮拜四再提醒我 瑞涵這個是個政治盤 你看大人在顧家 告訴你門我會鎖好 窗戶也要關好了 所以長官就講話來 真的講話來 你看金管會主委黃天睦 在禮拜一 禮拜二 我這個所指的是 他訊息曝光日 禮拜一說 對台股樂觀以對 基本面好 資金寬裕 內資有信心 他所謂的三好 禮拜二他說 最滿意三項政策 永續SG 慈安 普惠金融 禮拜三來到了財長蘇建榮 他講話 他說 因為前一天美股大跌 今天早上美股也不穩 國安基金會密切注意 不知道您怎麼解讀 長官的話重話 我已經講過很清楚 如果是一個政治盤 我一直提醒大家 不要看量 不要看技術面 那看什麼 看長官說話 看支撐跟壓力 長官說話 他會告訴你 什麼地方該賣 什麼地方該賣 我們在今天進這個大盤主題 我們先來個白板 這個白板 一定讓大家學到很多東西 馬上就進白板 對 但是它非常簡單 看支撐壓力 好 再給我一個紅色好不好 好 馬上給你紅色 好 這麼配合 也是啊 太厲害了 你要什麼色我都有 好 來 我現在講一個觀念給各位聽 OK 給我一個紅 黑色 黑色 馬上來 哎呀 你沒說我們好優秀嗎 再一個紅色 紅色 太優秀了 OK 來 這個圖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講會有政治盤的形成 它一定會有一個符號先出現 那就是股價 會從高檔一路怎麼樣 往下掉 一路往下掉 掉到所謂的支撐區 就會有長官出來說話 這時候長官出來說話的時候 在這個波動當中 一定還有存有全世界很多的變數 一下好消息一下壞消息一下好消息 可不可能一次貨盤就過關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好 但是在這波動過程當中 所有的長官出來說話 絕對都是正面的 不會去說負面 不會說到這地方這盤要死了 大家小心點 明後天就要大跌了 會不會講這話 不會不會 一定會告訴你 不過會風險提醒 對 一定會國安 那是在位階很高的時候 會講這個話 但是如果跌到一個相對低檔 他就不會講這個話 他還告訴你 如果太低 他說國安基金 這個隨時注意 適機而動 有三好 對 或是這個地方有三好 哇 基本面好 那支資金充裕 外資會回頭 都會講一些 這個叫做官話了 官場話了 但是在這裡面 不斷的釋放利多 我們是不是教過 如果到了壓力 股價會來到壓力 會發生什麼現象 股價才會來到壓力 一定出現很多的利子 利多才會來到壓力 那請問發生壓力的 出現利多你要是賣還是買 等一下我把它寫清楚了 觀眾朋友聽好 為什麼會來到了壓力區 因為很多的利多消息 才會你追我追 你買大家狂拱上去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不好意思 我是覺得應該是要賣的吧 對 在高檔 政治盤 在高檔長官出來 還是說利多話 就是告訴你要賣 你不賣這種精明者 這種所謂大的 這種所謂的金控公司 他都知道要賣 如果股價來到了低檔 他還在講利多 在低檔一直釋放利多 請問你要買還是要賣 在低檔的時候 格格大哥 我相對論 通常為什麼會來到低檔 因為一大堆的利空消息 所以你不要他唾棄 他賣掉才會利空 可是這時候政府講話 又釋放利多 我覺得應該是要站在買方才對 完全正確 各位去想想看 在上一波台北股市168838 拉起來之後 拉到497點 就是這禮拜一 來到最高點的位置 我們的金管會主委 是不是來說利多的話 股價有沒有跌 586點 到了前兩天跌到低點 我們的財政部長出來說話 他告訴你 這個地方國防基金 伺機而動 隨時注意 是不是股價就拉起來 那我懂了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政治盤當中 你去看什麼量夠不夠 什麼技術面怎麼樣 你永遠都是錯了 只要來到了壓力利空的地方 只要來到了利多的地方高檔 政府會不斷一直賣的 為什麼要一直賣 我要保留很多 我自己的子彈跟實力 因為這行業不是一次過關 將來拉回低點 我要再重新買 你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在這個所謂的空方低點的時候 政府跟你宣布利多 你還在傻傻的不相信 那你就必死無疑了 這個地方就一定要堅持做多了 只要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利多就在賣 利空就在賣 你就維持這個趨勢 可是到了有一天 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就不一定 因為如果這個地方出現 對 不是到最後 我跟你講 任何政治行情 只有兩種結果 一個是成功 一個是失敗 如果在一個整理盤 整理很久 他就要進入到鈍化 或變盤的時候 如果一個超級大利空 就會打破 就會跌了 但是如果是一個 籌碼安定 安定 或他這個所謂的 能控制盤很穩健 再配合一個利多 這個盤就上去了 任何的政治盤 到最後結果 結果只有兩個 一個是成功向上 一個失敗下下 就互盤成功 互盤失敗 對 但是我做過統計學 如果在互盤的階段 沒有重大利空 90%都是往上的 但是如果出現一個非常重大利空 10%是往下的 那舉例來說 各位大哥 我時間到了 這個不要輕 怎麼這麼快 沒有 我告訴你 後面時間都是你的 所以你的言下之意是 長官講話 其實多數都會講多 永遠都講多 在這範圍都是講多 但是端看他的位階 如果在這個地方是賣 在這個地方是賣 那我回來就要問你 台股到底現在處境 是A 還是B 還是C 回來會告訴大家 謝謝你 先請回座 不要輕 然後不要輕掉 我們回到我們的引言圖 郭大哥有講 如果他是在高位階這個地方 政府很多 長官講話 可是因為位階是高了 怎麼能夠不賣呢 你看 那次不買了 受選8月份 減碼台股300億 不就是呼應了 郭郭大哥說對了 回到了白板 因此我在在乎的 現在台股的位階呢 哪一個點 我們可是上下分不清楚了 下一步又該怎麼看呢 以及為什麼會講 長官講話 還透露出 您10月天 10月份應該要 怎麼樣的選股方向嗎 郭大哥他也讀出了 選外之音了 我們有一個問題 搭片 我們在乎 有一個問題 發揮